8月31日,记者从故宫博物院获悉,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层苏氏主题书画特展将于9月1日起亮相文化店, 共展出包括苏氏最早书法作品之一制品帖在内的共78件套文物精品, 这也是近年来故宫首次举办以苏氏为主题的书画特展。 本次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苏氏早年作品制品帖卷, 据悉,该作品是苏氏书写的一封信扎,内容主要是委托乡僧照管焚盈之事, 根据帖后赵孟甫、文征明、王志登三人提拔可知, 当是苏氏于北宋新宁年间在京师时所作,苏氏十年三十余岁, 该帖笔法精细,字体求媚,正如赵孟甫所称,字体风流运盛, 与苏氏早年书法特征吻合,是珍贵的苏氏早年书法末迹。 这次我们实际上是把院藏的苏氏的全部书法作品一次性地给大家展出, 包括以前从来没有展出过的一些作品, 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一次性地把苏氏的这样的一些精品都看到, 同时还有很多就是多年没有跟观众见面的, 甚至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的这样的一些书法文物的精品, 我们也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它拿出来, 让这个广大的书画爱好者有机会可以更亲近一下这个苏氏这个人物。 据悉,除苏氏的传世佳作外,不少苏氏诗友作品以及受苏氏影响 和能反映起艺术思想的真品也将亮相大战。 藏品时代跨度从北宋至近现代, 类别涵盖书画、悲帖、器物、古籍善本等。 除苏氏外,欧阳修、黄亭坚、米符、朱搭、赵梦等大批名人字画都将展出。 包括他的老师像欧阳修,像他的这个同辈的朋友, 苏黄之教还有米符啊等等这些受到他影响的人, 我们都选取了他们的一些精品, 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作品来呼应这个苏氏的主题, 既展现他们这些人的伟大, 而且同时呢又知道他们跟苏氏处于同样的同一个时代氛围当中。 作为与苏氏密切相关的艺术标识, 赤壁也成为该展的一大主题元素。 展览中,与苏氏所作赤壁妇相关的展成品类丰富,备受关注。 苏氏自己写的赤壁妇呢, 现在还有一件存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个赤壁妇所写给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叫傅姚渝, 傅姚渝的传世的孤本书法在我们故宫博物院, 这次呢也拿来展出了, 也是很少有机会展出的一件作品。 据悉,苏氏珍妓、清碎斩庆帖、 仁莱德书帖等文物也将亮相现场,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30日。